诈骗集团车手在便利超商提领现金 刚好就被园警给撞见了 警方正要盘查时 男子心虚立刻拔腿跑 以为说自己年轻体力好 警察跑不过吧 结果这一回真的栽在园警手上 因为警察刚好是百米田径队的高手 诈骗集团车手从便利商店内 狂搬而出飞跃身杖专用道 后面追的警察也跟着跨栏 跨栏 你也跨过去 车手把腿狂奔 警察紧追在后 两个人跑百米速度飞快 警察就快要追到 车手突然自摔 大喊警察不要跑 他可能听到软脚 他就自己摔倒 这个时候警方马上上前 将他压制在地 支援警力也立即赶到 原来警方巡逻 发现男子在超商提款机前 鬼鬼祟祟 上前盘查 男子立刻逃跑 仗着自己年轻力壮 以为轻易 就可以把警察甩开 没想到碰上的是 飞毛腿警察 在逮捕过程 那个嫌犯急于挣扎 把我在地上这样子拖起 造成这个一个一个查伤 为了追车手膝盖受伤 这名侦察员 警察大学时 是学校田律队专攻百米和跳远 100公尺可以跑出12秒内的成绩 这次车手可以说是踢到铁板 记者林一峰 张华报道 去看 要注意 有应该给我说检查 一样 都 conting